各位朋友好 欢迎来到贝尔的厨房 今天让我们一起用鸡胸肉 做出好吃的鸡肉汉堡排 鸡胸肉一片切小块 将切好的鸡胸肉放入调理机中切成绞肉 将鸡胸肉倒入碗中 来准备其他材料 洋葱1分之1颗切小丁 将洋葱丁放入装有鸡胶肉的碗中 再加入130公克甜玉米粒 还有一颗蛋的蛋白 用两小匙黑胡椒粉 一小匙糖 及一小匙盐调味 将调味料与鸡绞肉 洋葱玉米粒搅拌均匀 再加入1又1分之1大匙中筋面粉 用手将所有材料搅打出粘性 然后在手上抹些油 抓起一小团汉堡肉 大约总量的6分之1 用手掌左右拍打汉堡肉 让汉堡肉慢慢变得紧实 形状成厚度约1公分的圆形 锅热后加入1大匙油 锅热后加入1大匙油 小火煎至两面呈金黄色 第一面煎得差不多了 来翻面 漂亮的金黄色 用锅彩压一下 可以感受到汉堡肉的扎实 看一下另一面煎的情况 也呈现金黄色 可以准备成盘了 把其他的汉堡肉煎完 鸡肉汉堡排做好了 材料的分量大约可做成6个汉堡排 两个大人吃也相当有饱足感 每一口都充满洋葱 玉米粒以及鸡肉 混合着黑胡椒的香 也可以淋上沙拉酱一起吃 鸡肉汉堡排的使用材料 会放在影片说明栏 我是贝尔 每周我会分享2-3支烹饪烘焙相关的影片 下一支影片 我们一起来做豆豉蒸小排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